问一下董老师 所以川普这一天在嘴金正恩的时候 他还嘴说如果不是他的话 那事实上美国可能跟北韩开战了 那其中他个人很长一段时间 想要推动北韩的无核化进程 那像去年川津乐会在越南的时候 事实上也是这一个阶段性的目标 有一阵子还想要以这一个国家的外交战略 想要争取诺贝尔和平奖 那事实上北韩的核武的进程 那过去事实上是靠着六方的会谈来控制 是的 要谈这个朝鲜半岛的问题 其实有一个基本的背景 或是有一个问题的本质 我们先把它解释一下 为什么朝鲜半岛它会动一发 而动亚洲全身 要回答这个基本问题 就是说亚洲的这种战略格局 或者结构的问题 从地缘政治来看 朝鲜半岛它就像是一把插进亚洲心脏的长矛 它在历史上是海权国家进入亚洲的通道 亚洲大陆的通道 所以你回去看八国联军是怎么进来的 你回去看日本在清华的时候 那个路线是怎么走的 你马上就发现了朝鲜半岛的战略价值 那么台湾是什么东西 台湾在历史上是陆权国家进入太平洋的跳板 所以说你看二战的时候 日本人怎么运用台湾从战略的角度 台湾控制这个巴士海峡 牵制麻六甲海峡 还可以牵制整个南太平洋地区 所以就是因为这两个地缘战略的问题 使得这两个地方的人民过去两百年来 等于说过得比较悲惨的生活 这是注定的地缘战略注定的 那么刚才谈到的这个六方会谈 就是说除了这个朝鲜半岛 南韩北韩两个国家之外 还有四个国家介入 中国俄国美国日本 所以加起来叫六方会谈 这个六方会谈 比我们台海的所谓的三角关系 美中台三角关系复杂太多 台海的这个美中台三角关系本质 我一句话就讲完了 就是美国协助台湾 免于被中国统一 美国协助台湾不被中国统一 美中台三番关系 我讲完了 本质嘛 朝鲜半岛不知道该怎么讲 因为它有六个国家 它有六个player 所以说在冷战的时候 很清楚是俄国中国北韩站在一起 然后美国日本南韩站在一起 三对三 冷战结束以后 已经乱成一团 2003年成立了这个正式的六方会谈 一路到2009年 其实韩国人是非常悲愤的 无论是南韩人还是北韩人 他们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的国家命运 要有四个外国来介入 来决定我自己的命运 所以他们其实是很悲愤的 然后这个六方会谈 从2003年也是为了解决 这个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问题 你表面上看起来 大家就说是这个理由 是很正当的理由 但实际运作的结果 你才会发现 所有的国家都有它自己的企图 就借由这个六方会谈 所以说到2009年 这个北韩宣布退出六方会谈之后 我们今天回头来看 我们才看得清楚 原来北韩这一方 他玩弄了其他五方 他是一对五 他不是三对三 为什么呢 北韩的这个 他的核武计划成功了没有 成功了 那北韩过去的这个 那么多年来 他对外国这个要钱 要粮食要到了没有 要到了 所以在国际关系的分类上面 等于说北韩的这一套模式 我们叫他勒索外交 或是说流氓外交 什么意思 我北韩一无所有 我腰带上绑着两颗核弹 我没事就往有钱人家丢飞弹 我要钱我要粮 他通通要到了 所以川普才会气得大骂 说过去20年来 美国的对北韩的政策 全部是失败的 他这句话也讲得很有道理 在2008 2009年的时候 我们台湾还在讨论 我们可不可以学习北韩 他一个人可以玩弄 其他五个大国 所以说后来讨论了半天 我们台湾不能学 为什么 穿皮鞋跟穿草鞋不一样 讲对了 人家一无所有 我们台湾的家比很多 我们经受不起那个经济制裁的 北韩可以不甩 台湾不能不甩 所以他那个方式台湾不能学 但是无论怎么样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这个 这个朝鲜半岛这个状况 极其复杂 就是说他有四个 除了南北韩之外 他有四个利益相关者 是在那里了 所以今天为什么说 北韩如果领导人 他万一有个意外的话 恐怕这不是单纯的 因为我们上一节有在讨论 说这个金正恩如果有意外的话 什么金宇正 什么谁谁谁 可以接班 我提醒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都是来自于美国 跟日本的媒体在讨论的 这反映的是美国跟日本的 愿望 期待 就是说期待金女正接班 或者期待谁接班 是的 那你有没有考虑到 中国或俄国是怎么想呢 所以说他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无你极权国家 一个年轻女性容易接班吗 或者接了班容易长期稳定吗 你从武则天的例子来看 第一个 你要有甲石先皇 或是要有先皇遗兆 第二个呢 你要掌握几个 你自己的这种亲兵卫队 所以说从武则天的模式来看的话 可能金女正 他可能有金正恩的这个遗照吧 大概会有 可是他能不能有自己的 在军事上的 在军队上面的 在勤制单位上面的 自己的亲兵卫队 那看不出来 就是说从长期的稳定性来讲 他会备受质疑吗 是的 从他的 这是从北韩的国内来看 那如果说美国跟日本都那么挺这个金女正的话 中国跟俄国一定是其他想法的 因为朝鲜半岛的位置太重要了 对中国来说 他等于是一把插在北京头脑旁边的长矛就对着他 所以说中国他没办法容许北韩出任何的差错 尤其是出现了一个亲美政权 他绝对无法容许的 这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国家安全 好我们稍后再回来